Hello 大家好 我是微博 欢迎大家来到小白一学就会的短视频剪辑课第十三节 进阶功能 变速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视频教程 这节课主要为大家示范 什么是短视频剪辑中的变速功能 大家经常看短视频的时候一定会看到这样的功能 什么是短视频中的变速功能呢 我给大家再看一下这段视频 我知道了什么叫被人心疼的感觉 我们看这句话我知道了什么叫被人心疼的感觉 来 我们现在首先将这句话分离出来 也就是利用我们的分割键 然后呢 再点击一下我们的视频条 再点击一下我们的视频条 就会出现下面的变速功能键 变速功能键 我们点击一下变速功能 它分两种变速 一种叫常规变速 一种叫曲线变速 我们首先最常用的是常规变速功能 当我们点击常规变速之后 我们就能看到上面的 1X 2X 它代表的是倍数 我们将这个红色的小点向右拖动 调到2 我们看一下视频效果 我知道了什么叫被人心疼的感觉 大家看到了吗 它的声音和画面整个都被加速了 整个都被加速了 如果说我们将这个常规变速 调到0.5或0.4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也就是我们经常在抖音刷到的慢动作的制作效果 慢动作的制作效果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在抖音看到的视频加速的特别快 和这个视频是处于慢动作的时候 好 这就是使用了我们变速功能中的常规变速功能 而曲线变速功能呢 曲线变速功能呢 比如这个蒙太奇 它是忽大忽小的 不同的变化的 忽大忽小不同的变化的 大家看到了吗 我们在变速曲线变速功能那里 中间的这个位置代表普通的速度 代表普通的速度 而上方的话代表的是加速 下方的话代表的是减速功能 这个主要用于我们拍摄一些特别酷炫的场面 这个功能我们实际的在短视频的剪辑中 并不是特别的常用 并不是特别的常用 大家了解一下就好 好的 大家看完视频教练之后 就会发现 我们的变速功能里面 有常规变速跟曲线变速的两种操作方式 我们回忆一下第一种 常规变速的操作教程 第一步点击视频 第二步工具栏点击变速 第三步选择常规变速 第四步调整变速时长 第五步变速完成 而我们的曲线变速操作稍微一点点不一样 大家看一下 第一步点击视频 第二步工具栏点击变速 第三步选择曲线变速 第四步选择变速效果 第五步曲线变速完成 以上就是我们本节课 变速功能的使用 跟基本的操作技巧 下一节课 老师将会给大家讲解 简映了你们非常常用的功能 切画中画功能 第四步调整变速度